这一周我将会特别的忙 在寒假的时候我修学的一个原因 而我缓解压力的 一途豆腐还要好吃 他们很棒 朱莉亚那里面 为什么会在美国学中国艺术室 这本书到底是学什么的 今天是2019年的3月5号 希望这一个星期 我再回看这段视频 让我觉得没什么 今天 我是每一个星期日的时候 都会安排好下一个星期会做的事情 今天的主要安排就是去图书馆 复习我的考试 星期四有一个中东史考试 作为一个艺术史学生 但其实这个翻译不够准确 我这个学期跟艺术史沾边的 也就只有一堂课 是中国的电影史 其他的课程 一个是叙利亚的难民史 就是战争史 另一节是中东现代史 就是要去研究伊斯兰各个教派的起因经过结果 然后他们的战乱 奥斯曼帝国的经过起路 然后还有我星期六 这些学期我星期六也有一节课 然后是一节解剖课 学校只会给我们规定一些比较大的门类 是必修 作为艺术史学生的话 哲学是要修三节课 科学课要选两节 社科类的要选两节 总而言之就是我需要去把这些必修的模块 需要修的课都修完 但是我具体选哪些科学课呀 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所以我选的呢就是解剖课 从去年九月底的时候又给自己找了个差事 每个星期都会上传至少一到两支视频 所以我这个星期呢不仅要去复习我的考试 写我的paper 还要去兼顾我很多关于视频 还有视频剪辑的事情 所有的事全都赶到一起去了 这个星期五呢就是我们学校BFA show的开幕式 我还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 我好多好朋友他们的作品 哇这个光 我都不舍得离开这个角落 我要去图书馆了 芝加哥因为太冷了 现在路面上面全都是起的一层雾 这就是我们学校了 学生卡上是我大一时候的照片 我现在在学校图书馆 所以可以的说话 好 任务检举 我赶紧做我今天的事情了 这个是我中毒科要学的东西 这是我今天要学的论文题目 昨天呢我复习差不多得有晚上九点半 复习的范围又特别的广 老师给了那些范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明确 就有点类似于我今天去考这本书你们就去复习吧 今天的内容呢我在我那个notion里面也有就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把时间都写出来 我上午的时候是七点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直接去健身房 跑步跑大概40分钟 我第一支我的商业合作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我不是在片尾说希望能去到他们上海的总部看一看吗 所以我在寒假的时候就非常荣幸的去了上海 也不是第一次出差 但确实是在人生中第一位博主这件事情出差 我还记录了一些vlog 然后之后也会发出影片 然后我今天下午1点钟是去跟他们品牌的人 去来商量商量沟通一下视频的事情 下午3点的时候呢 我约了我一个外国同学一起复习我这个中东史 总而言之今天也是排得非常满 现在呢我要准备出门去取我的护照 一会儿呢大家就知道我取护照到时候要去哪里 在芝加哥这边办香港通行证 今天只要10块钱 我三月底的时候要去香港和深圳了 我们计划去一下港大还有香港中文大学逛一逛 我每到一个地方 如果那个地方有非常著名的学校的话 我都很喜欢去校园里面走一走 感受一下那种学霸的氛围 说实在的我这一个星期的事情真的还挺多的 一般呢其实我除了这个notion之外 我觉得最好用的软件就是手机自带的这个calendar 把每件事情都能按时间做规划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因为两场考试再加上论文 所以我还挺紧张的 就是因为我很搞不明白中东啊 叙利啊这些问题 所以我才报的 其实也会有一些相对比较简单 更加容易理解的课程 但是我总觉得我都花了这么多钱在美国上学 难道不应该学点男的 而不是说我自学就学会的课程 就是总有一种钱花的值赚回本的感觉 每一次就去问老师问题啊 我就特别理直气壮那种 就不要去考虑不要顾虑说这个问题会不会很蠢 或者说这个问题很怎么样 嗯问了你就知道了 之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疑惑了 但是如果不问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直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就一直迷惑着 对于我来讲的话那样更难受 我刚刚已经开完会了 赶紧立刻回学校 入习那个中东史 就每一次在任务巨多的时候 真的做计划太重要了 就是要把很重要的事情先罗列出来 把它的时间啊什么都分配好 到点了该做什么事了 脑子也能轻松一点 也是一个我缓解压力的方式吧 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 就是没有任何校园 就直接分散在芝加哥的各个角落里 那我来到了另一个角落 嗨 莫莉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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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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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对 他真的很疲惊 OK 我认为巴勒斯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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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我刚刚跟我那个同学已经把就是老师给发的范围的所有问题都捋了一遍 所以现在我觉得心里面踏实多了 我刚刚回家之后吃了点东西 继续搞我这个中东史 明天下了课还要采访叙利亚难民这个事情 然后呢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任务 我明天不是要开始录我这个简纸计划的最后一支视频了吗 所以我要在今天写一个就是一个草稿吧 国际上面的话不至于我明天说的时候那么乱 这个星期还好 尤其是干货特别多的一些视频都会有非常多文字的一个稿件 减肥啊这件事情也需要一个外界的力量来督促我 我觉得这个视频就刚好起到了这个作用 也算是一个我生活上面的一个记录 把我正在做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有人跟着我一起减肥的话 应该效果会跟我一样明显或者比我更明显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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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对面那个人了吗 今天芝加哥终于没有那么冷了 现在也就是零下二度的样子 还挺舒服的 酷尔奥 感谢大家 我的天啊 马基西佳的 马基西佳有什么 可以马基西佳 是的 这是她 噢 天呐 还是要要去这个地方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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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朋友的 他是一个我们学校的传奇人物 那我现在看到这个作品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到底约了我们学校 那个laser card的机器约了多少次 天哪 大家做的作品都特别特别的用心 而且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这里面真的好热呀 已经有点受不了了快 我在展览这块有一个人的作品 刚好是电风扇 我现在是太热了 我在这大伙 昨天我回家之后呢 录了夜间步骤 我找了两天录夜间步骤 在昨天录完之后 我觉得能更详细的解说一下 可能还是比较完整一些 前一段时间我看了很多博主 不是说到这个YouTube 把很多的中文的博主粉丝删掉这件事吗 其实我自己观察了一下 自己的数据 我好像也成为了受害者之一 我一想好家伙 我这学期又上中东史 又上叙利亚难民课 然后我又是一个中文博主 这好家伙 这可不是我得遭殃吗 谷歌那边一直在限制这些敏感话题 结果我全战了 哇 我这个变色的眼镜 我这个变色的眼镜实在是我感觉今天外面也没有说眼光很强 但是眼镜竟然能变得脸色这么深 anyway我已经到了我在学校最喜欢的一个spot 每次我在这儿学习的时候 就是抬眼一看就觉得 传身心都能放松下来 这是我们期中考试要考的考题 关于战争啊 然后媒体舆论造成的一些影响啊 人道主义的事情 ISS的一些 还挺让人觉得世界黑暗的 不过这些都是一些客观存在的事情 了解一些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到底是什么是真相 其实谁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想到这个时候就头打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多事 anyway反正我已经复习完了 然后现在回家换个脑子 减视频去 今天晚上就可以把那个减肥的 最后一只水瓶给上船 今天晚上应该就不打算 碰这些东西 天哪我之前买的那个花菜泥 竟然还在缺货当中 啊又没有 我已经来了三次了 没办法实在是想吃这个 就买一个sour cream的吧 它这个是只有90卡 但那个的话就是完全是一cup 然后只有50卡 大家还是土豆泥啊什么的 觉得它的碳水含量过高的话 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替代品 今天已经星期日了 我呢就是在家剪剪视频 我在剪那个夜间步骤 周末对于我来说的话 就是在家宅着 看看书啊剪剪片子呀 拍了一个星期Vlog之后 我现在在回想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突然觉得我在影片开始的时候 觉得压力特别大 因为有的事不是说你计划好了就立刻就能去做的 就可能会对于我来说产生很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的话所有事都过去了 然后再回头看似乎 诶时间就是有一种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感觉 其实大家会应该比较容易误会我这个专业 还有一点就是 哦可以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书 普遍理解的这种各朝各代的文物这样之外 然后还之前学了当代 中国当代艺术史 就是有一个这本书 这本书不是教材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 然后我就去找老师推荐书 这个是他给我推荐的一本 主要的就是去研究关于思想 要去了解国际关系 国际一些政治啊 然后宗教文化这些都需要去了解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国内 尤其是我每次我妈同事啊什么的 会问我到底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就让我妈说 你就说我是学哲学的 其实真的我觉得学哲学的可能功能囊括一些 像是我之前学的是那个存在主义 然后还有一些伦理道德课的一些哲学内容 我本来计划修学之前是打算继续往上读 然后读一个哲学的硕士 因为他们特别特别晚才生我 跟我的年龄差特别大 再加上我不是学关于生死啊 人生的意义啊 我有多大的成就 如果他们没办法见证的话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损失 因为我修学这件事情不是说某一个原因 是非常多的各方各面的一些原因 然后让我决定我需要我必须要去修学了 然后最主要的任务 我希望我在这段时间 好好的给他们安排安排健康的一些生活 觉得最重要的除了就是自己的一些梦想 理想之外的话就是我的父母 他们是世界上最愿意无私为我付出 甚至是为了我好 能把他们最好的东西都给我的人 只有我父母能做到 百分之百全心全意为我付出 再加上之前我的特别特别失败的恋爱经历 出那么多的事情 但是对方可能不太灵情 甚至在利用我这一点 就更加让我觉得 那些真正愿意对我好的人 有多么的要我来去真正的 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我真的我不想说 每一年可能春晚的时候会特别明显 什么时间去哪儿了 然后父母就老了 其实我会觉得 那我就停下来 我要好好的关注我的父母 但也不是说关注父母自己的事情就放弃 我呢也想用这段时间 好好的去自我提升 有很多种方式嘛 不一定非得在学校里 所以我爸妈一听这个原因 理由充分非常正当 也就同意了我这个想法 时间并不是说这种线性的 而是说它到底有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所以这就是我想修学的一个原因 我感觉大家看了我这个视频之后 可能对我到底是学什么的 更是一头雾水 但大概这个就是我在芝加哥学艺术史的学生 一周的体验 我又回到了我这个小小的spot 然后来复习 我真的很喜欢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景 这间奈米课主要呢 就是学关于战争 比方说利用媒体的作用 当成战争的一个隐形的武器 尤其是中多那一块吧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宗教内容就非常的杂乱 再加上有一些国外的一些势力 然后互相探杂在一起 可能我总是想不明白 大家为什么会因为一些利益 或者说自己为了霸权 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能殃及那么多无辜的人 尽管这些 我其实想了一下都是事实 对于我的理解 我觉得 哇 真的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世界和平啊 真的 嗯 anyway 想多了 但是下午考试 我赶紧把这些都搞完 不过我也挺好奇 当大家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 有这么多事的时候 是怎么平复自己的心情的 我身边的人 好像大家对这些内容 就是把私信告诉我 加个微信聊一聊 我忘了星期几了 可能是之前给我的那个老师 发了一个邮件 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怎么能 这么黑暗 我想做什么去改变这个世界 但又什么都做不了 可能大家的兴趣点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没办法随时随刻 能有一个人在身边 然后让我去说这些想法 积压的情绪可能就憋在自己心里面 所以我就给我老师发了一个邮件 讨完试之后 我们俩讨论了这些问题 然后觉得还挺受触动的吧 之前一直觉得这个老师很严格 很冷酷去讲这些事情 但是他跟我讲说 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这个世界上面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他上星期五去他的妹妹去世了 但他还是依然来客场 然后去传达一些正向的信息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 如果之后觉得没有什么人 可以讲这些内容的话 可以随时去找他 就让我觉得挺感动的 然后他跟我讲 不要胡想着说改变世界 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连自己 都没办法控制 每个人能改变自己的话 就是同样意味着在改变世界 Grace Chang who is the star she's also named Goodlan the star of the wild wild rose animal people go away begitu你要 think about the model works and the model types 是的 KiJ I got a question Tech k coupe ส连level Ros 假如棒 beim对目前 fore Cost 下节 League 还崄式 的叫我们 它这个阳 所以我会让人知道 ต obtご特大 好像 i 春ar 明 早 可能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会在美国学中国的艺术史 是另一个角度吧 也不能说这样会更客观或者说这样就更好 只不过是对于自己国家的文化 就是有一个新的观察的角度 最大概的就是我这一个星期来 作为一个在芝加哥的艺术史学生的一个星期 并不是说我每周都会这么忙 但是确实可以代表一下我在这边学习生活的大概的样子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好奇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不过大概就是这样了 然后我刚刚上完了电影课 电影课里面经常会学习到一些 像是过去什么红色娘子军啊 红高亮黄土地就类似于这种中国电影 就真的是换了一种思维来思考过去的这个老电影 国内就已经十年代比较敏感的一些话题吧 很难去了解到这一些 但在这边的话就会直接很公开的在课堂上面讨论 也是一种经历 我一会儿回家呢就不再录影了 这相当于就是我这个Vlog的Ending 跑步然后跑完步去收拾我的行李 然后我星期四就是春假了 我就去博士顿了 所以在博士顿的小伙伴 没准咱们再过几天的时候就能在街上偶遇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我觉得我回家之后得赶紧撿这支视频 感觉会无敌的无敌的长 那就这样吧 大家晚安 咱们下一支视频见 果不其然 我真的是 剪的这个视频 剪的要剪死我 我从大概三个多小时的一个footage 剪成一个小时 然后又剪到四十分钟 最后的最后才剪出了 大家看到的这二十三个内容 所以我不禁感叹 真的是热情 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热爱的这个力量 实在是太伟大了